我想这边就一定要澄清的 就是说这26亿并不是花出去 然后拆掉 然后这26亿就全部就没有 那这里面的设备呢 有很多是可以回收的 可以再利用的 或者是可以给其他的单位来使用 设政单位 福利单位 他们去使用 所以账是26亿没有错 但是他还有回收的利益所在 所以并不是说想象的全部就全部打掉 这归零了 并不是 那以我的印象里面 大概还有这个十几亿的这个价值存在 所以大家也许 尤其柯P他一看到他觉得要花26亿 打掉好像归零 其实没有归零 那刚才体育局长也跟他讲了 这个回收的设施 临时的设施 这个是在各国 目前在筹办这种世界级的运动会的时候 常常要做的事情 因为像几十几年前 那种大型的投资固定的投资下去了 没有一个国家或城市受得了 所以现在大家各城市的做法都是用这种临时性可以回收性的设备 那这个的投资是26亿 但是我要强调之后 他有回收的价值 OK 那个文正兄 18个月前 一年半以前 美国最大的工业城 也是汽车城 底特利宣告破产 那个贼在路上 偷抢 没警察去管 没薪水啊 火灾消防局也不去 没有消防人啊 因为没有薪水 他负债多少 五千亿 我们台北市现在负债多少 一千七百八十亿 我们已经超过底特利破产的三分之一了 而且我们继续往财政恶化去迈进 因为这几年来 还有我们看得到的未来 这几年财政从中央到地方会持续恶化 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叶尾文刚那四个字 就是我们大家心里面要讲的 办四大运这样的活动 是浩大喜功 那马英九跟郝龙斌那十六年的执政 最让人家诟病的也是这样 你看从花博设计之都 听澳到现在这一个四大运 就是这样 四大运总体其实是要两百七十亿 时间关系我来不及一一说明 但是我觉得花这么多钱 最可恶最糟糕的是什么 是我们竟然培育自己国内体育人才 竟然没有这样的专案 也没有这样的花费 大家试想 伦敦的奥运的时候 伦敦是在奥运里面 全世界参与的国家 一百零一百零一个国家里面 他是总排名第二名 他为了伦敦奥运 除了做那些硬提以外 他们有一个长期的 八年的一个培训计划 我就是要来 所以在我的国家举行嘛 我怎么可以落去呢 结果我们这样子的计划 富之缺如是零 花费人才培育 为了四大运这部分的预算 也是零 还有马英九跟好龙斌执政 他们这市任十六年以来 我们的财政增加了五百三十亿 台北市 纯粹便交出来的时候 一千两百五十亿 这十六年被他们一折腾 这还是最后这一年哦 宏兵赶快把比较好的位置 像世贸二馆旁边 世贸三馆旁边 这几块大的用地 赶快这个六十年出租出去 收了权力金 收了两百亿回来 要不然这个赤字会更难看 红兵还帮马英九擦了屁股哦 要不然这十六年 我们台北市是增加了 五百三十亿的负债 我再一次强调十八个月前 美国最大的工业城 底特律 它是宣告破产 没有台北市 没有自己宣告破产的问题 我们回到四大运本身啊 四大运尤其是选手村 花一百七十亿亿 就是一百四十七亿的 的这个建筑费用 再追加二十六亿 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什么拆掉还会 刚刚议员说的还会回收 鬼啦 我告诉各位 这很简单 国民党的议员 叶小卫最清楚 这根本就是所谓的 太极双心的翻版 因为大家去看 四大运选手村 承包的这家公司 叫黄昌营造 黄昌营造在台湾的司法史上 在台湾的公共工程 留下多少的弊端 而且呢 他最厉害的就是 我拿了一个工程之后 我会想办法 再追加一笔预算 然后呢 让大家都有利润来分享 那他呢 搞官商勾结 最厉害 那 柯P要查清楚 这个四大运选手村的弊案 那就找应小微 为什么 就像美和事 他请了这杨石秋议员 追查这些内容 真正的关键在于说 你看他这里头包括 包括连招标公告 你看连招标公告都要改八次 改八次之后呢 符合特定厂商的利益 你告诉我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大弊端 就是什么 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在举债 然后徒利特定厂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